陆军某团明熙机关基层全责推动部队建设 官兵前往人力资源谷办理业务 谷掌吴岳总是耐心细致解疑试获 办事高效态度好 日前 陆军某团组织机关基层双向蒋评会 机关大部分股市的工作得到基层官兵认可 基层营连也对机关蒋评指出的问题任账福气 双向蒋评会取得时效 得益于该团近期深入开展的明熙全责落实 建设过硬基层活动 有官兵反应 到机关办理业务有时遇到脸难看 是难办的情况 机关也指出 一些反复强调的工作 个别基层单位就是落实不到位 在该团 双向蒋评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该团政治工作处主任雷冰告诉记者 团里很早就组织开展双向蒋评会 起初效果确实不错 但随着蒋评次数增多 渐渐出现了机关基层推为扯皮 指蒋评不落实等现象 既不利于形成工作合力 也不利于解决实际问题 为此 该团党委研究后决定 在全团范围内开展明熙全责落实 建设过硬基层活动 要求机关各部门坚持基层至上 士兵第一 熟悉掌握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等政策法规 组织机关干部走进迎联 广泛听取官兵意见建议 同时引导基层单位梳理抓建过程中面临的难点问题 将机关下发的事项办理流程整理呈测 方便官兵查阅 对照基层全责要求 立足自身实际 提升自主抓建能力 经过机关和基层共同努力 该团逐步建立其以服务战斗力 建设为核心的沟通协调机制 机关基层双向讲评的腊位不减 谋发展的凝聚力也越来越强 前不久 上级赋予该团一项新战法延续试点任务 在机关和基层的密切配合下 从战法研究到场地建设 从人员配备到训练器材采购 全程高效顺畅 最终 延续成果得到上级肯定 高效顺畅 8 8 10 12